我死前再拼兮兮花了一块钱 下单了一个柳如烟 本以为只是商家的一场恶作剧 可不曾想次日早上半梦半睡之际 一个香甜软糯的物体贴在了我的额头 我还伸手摸了下那团柔软 手感还怪好嘞 反正都被这大美女贴贴了 我要亲回来 揪 咋回事 和我想象的不一样啊 可爱的小手 和这卡哇伊的大脸 我怎么成了个婴儿 压压压坏了我的好事 就在我哇哇大哭时 女人安慰的话打断了我 我的孩子 看来你饿了吧 她立刻就找到母乳为起我来 原来她是我的妈妈 难道是我转生了 好生气 我突然意识到不对 反正我已经不是第一次转生了 也许你觉得我的话有些奇怪 但是我其实正是当下烂大街的转生者 可我却有点特殊的地方 我转生了足足一百次 我的转生精力丰富到你难以想象 基本上可以涵盖市面上所有的转生题材 眼前边喊我宝贝边叫我乖的美女算下来 已经是我的第一百零一位妈妈 虽然有些我并没有见到他们就死了 但显然这位妈妈是最为漂亮温柔的一位 怪不得我第一次看到她就想贴贴 别看我现在还只是几个月的小孩 但我如今已经完全可以适应转生生活了 当然如何好好生活下去 我则有着自己的理解 那就是能躺着绝不站着 那就让我来看看这次转生到了哪里吧 从家具风格和屋内装饰来看 大概就是中世纪了 不过这显然不是在地球上 而是奇幻世界里 作为转生专家的我个人认为 在科幻世界中生活最轻松 毕竟那里既干净又有最尖端的高科技 饭来张口一来伸手 这都不是事 虽然没能转生到科幻世界 但是万幸的是 这次我并没有转生到贫民区 至少这家人有实力雇佣侍女 总体就可以推算出 我这是转生到了一个奇幻世界 这里则是一个简朴的上流家庭 不过最令我感到庆幸的是这一世的妈妈 不是因为她有着沉鱼落叶般的容颜 而是她温柔的眼眸 连问我吃饱了妈都那么轻声细语 很明显这一世的妈妈十分爱我 经历过多次转生 拥有过许多妈妈使我明白 并不是所有的孩子都能获得母爱 哪怕现在想起来心里也有些不是滋味 我作为婴儿也曾被一出生就被妈妈遗弃过 还被当成过赚钱的工具 但那都是过去了 这一世 我有一种非常好的预感 就在这时 妈妈被女仆喊住 她要留下来照顾王子殿下 闻此 我脑袋一惊 我竟然是一个王子吗 可妈妈听闻女仆喊我叫王子表情却有些失落 她反问女仆更让我一脸迷雾 你说其他人会认可这孩子的王子身份吗 念玲反问女仆紧张地说不出话来 妈妈则不仅不慢安抚她 现在这个房间里只有我们两个人 你不必拘谨 像平时一样叫我好吗 妈妈见她仍坚持称不合礼数 那又怎么样 反正不久之前 我还是和你一样的侍女不是吗 听闻妈妈曾是侍女的我 终于理解难怪她刚刚会露出落寞的表情 下一秒她竟就转脸对着我难难自责 因为自己是卑贱的侍女 而害我本该被叫王子 现在却是见不得光的存在 她竟担心我未来有一天会埋怨她吧 哪怕女仆坚定地说我不会的 她也没听到一般 知道其他贵族和后宫里的夫人们如何议论了她 向着我便道歉起来 都怪妈妈出身低害 你没有继承权也没有势力可言 你从一出生就一无所有 对不起 我深知这一切并不是她的错 而且她并不知晓 这样的身份其实对于我来说 反倒是一件好事 然而看到她扑我心里竟有些疼痛的感觉 我艰难地举起手去擦拭她的眼泪 二人看到我的小手擦眼泪不由的欣喜万分 没想到小婴儿也会懂她们的话 而且还一压一压地会安慰人士的 其实她们也没听出我说的事 别难过 妈妈 我真的不在意 因为就算没有继承权和追随者也没关系 那样就少了屈烟覆世的贵族 就连王室之人也应该不会把我放在眼里 就是这样一个无人在意的王子 在第一百零一回的人生 那岂不是就是意味着 躺平也能赢 嘿嘿 想到这里我不禁双眼放光 期待起未来明媚阳光的生活来 我的亲生父母是皇帝和侍女出身的嫔妃 这简直比中奖五百万还要爽好吗 如果说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想法 那就得说我第一世的时候 我还清楚记得自己当时出生在国地域开局 和普通年轻人一样 天天为学业和就业问题坦克不安 头发还没到二十三岁就一边煞白 那段人生可以讲一点都不幸福 而这一世的情况开局简直天火 我的王室血脉不但能保证我一世无忧 而且还能远离权力斗争 哈哈 那么迎接自己的就是无所事事的潇洒人生了 然而此时我所想的潇洒人生 却不到半年就将发生意外 妈妈不懂此时我为什么笑得这么开心 可怜我还只是个一无所知的孩子 要是有力量守护我就好了 我听闻力量二字顿时就明白过来 怪不得妈妈这么忧心了 在贵族社会人们最看重的便是血统和阶级 没有继承权的王子自然不会引人特别注意 但也会是一个任人拿捏的软柿子 因为没有继承权就意味着没有未来 更不可能有追随者 最最关键的是 没有势力也就代表没有任何可以保护自己的手段 这样的王子只会被人利用致死 成为别人的棋子与无辜亡魂 可是其实妈妈不用担心 因为我是不一样的存在 实不相瞒 野儿子其实是个转生专家 当婴儿的日子很容易就在混吃昏睡中过去 转眼三个月后 妈妈每次乘马车出门前 都会来看我安睡的模样才放心离开 还夸我睡觉是可爱得更像的小天使了 虽然不知道她去做什么 我几乎每次都听到她说很快就回来 并嘱咐我要乖乖的 但其实她并不知道 装睡这件小事根本就难不倒我 等她出门那也就意味着 我就可以放开身手做那件事了 如母现在已练就了五秒闪现的秘籍 只要我发出声音就会出发 估计是因为我还小 所以大家恨不得24小时盯着我 我的魅力就是这么大 好苦恼啊 然而现在却不是得意的时候 毕竟是难得的独处机会 那就是为了未来考虑 并舒舒服服的吃喝玩乐 必须要做的一件最重要的事 当然是力量了 我可不会去指望 须有其表的王族身份 不管在什么世界 实力才是硬道理 只要我够强 清风浮山岗 无人有我刚 在过去的一百世里 我从未虚度光阴 虽然我现在还只是个婴儿 想要积攒力量确实很困难 然而却有着唯一一个可行的方法 那就是我在第三十次转生时 发明的修炼功法 混元创世日气功 这套神功可以让人同时修炼 先天气和混元气 所以即使是婴儿身也能修炼 不仅如此 我只需要寂静地打坐就能修炼 普通人绝对看不出一丝一样 只要掌握这套功法 我应该在十岁左右会有小乘 二十岁左右达到终成境界 只是眼下我还需要过了 凝聚内气的初期 才能不必像这样特地凝神 才能修炼了 只要凝聚出了内气 我就能随时随地修炼 甚至被乳母抱在怀里也不怕 然而令人没想到的是 接下来却险些发生意外 在妈妈离开有大概十五分钟左右 我凝聚体内气息和神经间的电流 到全身发光 充斥着四肢海骨的内气 瞬间就让我立如群涌 乳母关切我怎么了的叫声 瞬间将我打断 不愧是五秒闪现秘境 等她到来却只见我安静地沉睡着 不禁有些奇怪 难道是到了换尿补的时间 此时我则握紧床单 拜托了 千万别碰我 因为只要轻轻一碰 我好不容易积攒的气息 就会全部散掉 求你了 她好似听懂我的心声 只是轻轻地嗅了嗅 并没有原声的大肠味道 想到也许是王子殿下做噩梦了 她才终于有些迟疑地转身离开了 她并不是此时的我 已热辣到一个人形火力发电场般 虽然只是压制了一小会暴增的内气 身体就燃起来了 对于现在我这副婴儿身体来说 发烧就极有可能导致死亡 虽然我也不知道自己的身体能不能撑得住 但是比起做个弱者 我宁愿拿命赌一把 我再次宁更多气到手心 利用混元创世日气功 并加速到意气伤人的境界 终于在一道光闪烁过后 伴随着轰轰的气流声 成了 以后躺赢的生活就有更多依靠指望 此时还会走远的如母听到屋内哄哄的声音 大惊到底发生了什么 等她一路急跑而来赶到 确实有些奇怪我为什么浑身是汗了 刚才来看是明明还睡得好好的呢 她当即决定稍等就给我用香草水洗个澡 见到她转身打水离开 我才伸出懒腰站起 大脑超进化完成了 我真帅 洗过澡后的我自然更高兴 今天发生的是事件值得庆贺的事 当然也要像喝奶时候一样 手舞足蹈一番才能尽兴了 凝气成功的我等不及便就测试了如母 她果然没有任何魔力的感知能力 现在的我就能随时随地的使用 大脑觉醒的感知能力 去吸收大气中的魔力 换句话说 哪怕在吃喝玩乐无所事事的时候 我也能自动变强 嘿嘿嘿 想想就会特别好呢 按照这个修炼速度 短短三年我应该就能积累不少内力 更不用说等自己到十岁左右 估计我就能成为这个世界数一数二的高手了吧 如母看到我哪怕对着天花板也一直笑 不禁抬眼好奇难道有什么好玩的东西吗 虽然不知道我在笑什么 喜欢看我笑的她也跟着哈哈大笑起来 此时我十分满意得到的力量 而满怀憧憬起未来的潇洒王子生活来 然而就在两个月后 一件事却打破了平静 这天我如以往一边在地毯上玩耍着 一边则自动地积累着内功点数 多亏了混元创世日气功 我的体质和内力源比同龄元成长得快很多 虽然现在的我还只能在地上爬 但是只要积攒到一定内力 就能轻易施展出轻功 就在这时妈妈带来了一个礼物 似乎是一个所有婴儿都无法拒绝的东西 她开心地夸着我真乖 便示意我看当当小的铃铛 竟然是婴儿守摇铃 经历过这么多事 我本已没办法对玩具做出反应了 可就在我对于摇铃一脸无动于衷时 我偏到妈妈进入出了一脸失望的表情 我可不会让这件事发生 我会让他们知道 什么是真正的捧场 就在我开心地对着手摇铃招手时 两人也满意地开怀大笑起来 如母之夸我的反应真棒 妈妈得意地吃笑就知道我会喜欢 她下意识地许诺以后会经常陪我玩 见我欢乐的模样 妈妈竟不觉得敌不起哎呀 真可爱 不知道随了谁 长得这么好看 我嘴角微微上扬 还能是随谁啊 当然是妈妈了 只有小时候才会被无条件地宠爱 这样的时光自然也是我要珍惜的 然而下一秒我的表情不自觉地沮丧起来 两人以为我是完累了 然而他们还不知道 是我饿了 这该死的婴儿体质 还是如母先听到了我肚子里的咕噜声 殿下好像是饿了 就在如母为我喝奶的时候 他们闲聊提到保母艾娜的离开 交谈后妈妈才得知 手脚麻利又很受欢迎的她 竟然辞职回了乡下 而原因竟然是从今年开始 辟给我们公的预算变得更少了 就连艾娜的薪水家里也付不起了 听到这里我不用想起几天前发生的 当时侍女们说要给妈妈减少食物种类的事 我起初只以为是他们发牢骚 没想到这竟然都是真的 接下来妈妈和如母的话才让我更觉糟糕 好在我们不用被饿死 不过至少目前我们还不用缩减士兵的数量 我怎么也没想到 身为嫔妃的妈妈竟然会是这种待遇 即使生下我这个王子 看来她的侍女身份仍旧是半脚石呢 接下来如母的话更是直接丢来一个王炸 她最担心的是能不能挺过今年的冬天 还有我的存在让她不知道该怎么缩减开支 纸尿裤奶粉等这些可完全是不能少的 而且等到了冬天就不会像现在还有甜可以种了 我一下反应过来 难道我们还要自己自作 这也太夸张了吧 我之前还庆幸自己是个王子了 不必担心会流落街头冻死的 还是如母和我一样聪明的想到 可以找我的父亲求众 妈妈则无奈的表示 她根本就见不到日理万机的父亲 我一下反应过来为什么妈妈经常外出 可她明明去了那么多次 竟然连一次也没见上我 就算我的父亲国王是个没良心的混蛋 也不能做得这么绝吧 我第一时间就想到难道是有势力在戒备和孤立妈妈吗 不会是国王的亲信或者其他嫔妃吗 但是细想下来这并不对 要是国王一开始没有冷落妈妈的话 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 我可怜的妈妈 我当即朝着妈妈的方向求抱抱 望着还是这么温柔美丽的妈妈 我不由得下定主意要帮妈妈一把 虽然我还只是个婴儿 即使如你所见 我现在的特长只有耍宝和翻身 总之我会竭尽全力帮助你的 回到房间 我明重地思索着眼下的僵局 当务之急毫无怀疑是考虑如何度过今年冬天 我想到粮食支出占比应该是最大的 再有就是冬天的话还会需要更多的木柴 思考足足好一会 我隐约间好像抓到了某些东西的关联 究竟要怎么帮妈妈呢 就在这时我灵光一闪 当即有了主意 关键的方法刚好就藏在木炭之中 学过数理化的都知道 木炭和某个价值高的东西一样 都是由碳元素组成 而那个东西就是钻石 我看到妈妈也会佩戴宝石饰品 那么在这个世界 钻石自然也会价值不分 那么我的主意也很简单 没有钻石 我自个造出来不就好了 我不仅为自己的天才脑瓜而开心的手舞足蹈 可不一会儿我那该死的婴儿身体 竟就觉得有些累了 造出来钻石说起来容易 也需要考虑到我目前的体质 先积蓄一些魔力吧 发动吸收 第一步果然成功了 把我自己运送过去根本不在话下 平时用处不大的木炭 此时看到它们我就两眼放光 想出把它们变成钻石的 我真是太机智了 好 接下来是第二步 也是最为关键艰辛的一步 那就是趁着大家睡着的时候 抓紧时间制作出钻石 我只需要集中注意力 发动全身魔力到一点上 热能聚集起的一颗代表着开了好头 接着便是倾尽全力注入魔力 用热能产生的压力去压缩木炭 这才是整个计划最为难的一环 在这期间魔力需要的量非常之大 而且不能被打断 否则就会前功尽弃 赶快给我压缩 超级压缩 可就在这是我婴儿的身体才体会到 提升内部压力竟然会这么费劲 然而此时却绝对不能认输 必须坚持住才能成功 要是妈妈看到这个一定会很开心的 妈妈 别担心 我一定会让你绽放出笑容的 此时的我强忍着剧痛和撕心裂肺的辛苦 随着魔力的聚集蓝光也越来越浓 然而下一秒 空气中竟出现异样 随着一声惊雷般的声音响彻天空 一道蘑菇般的云朵窜天而上 我打造的钻石成功了吗 我会活过这个冬天吗 我只是使出了一半吃奶的劲 便创造了将木炭变为钻石的起足 就在刚刚 伴随着一颗惊天雷般的响声 耗尽全部魔力的我差点就嘎掉 为帮妈妈解决冬天的财政危机 刚出生几个月的 我亲手打造的钻石终于成功 看着它果然上成了质地 我不游的觉得一切的冒险都没有白费 这样就不用担心冬天没有饭吃了 我那潇洒的躺营生活也终于可以继续了 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把钻石 要自然的转交给妈妈他们了 现在可不能暴露我是转生者的身份 不出意外因为打造钻石出的声响 如母很快就赶来 王子殿下您还好吗 他不游的吃惊 我怎么从那么高的婴儿床爬下来 他自然不知道我是用轻弓飞来的 他赶紧从冰冷的地面抱起我 我见时机差不多便准备表演起咀嚼东西来 可他见我浑身黑乎乎的 目光先是撇到脏的壁炉 而后又注意到地板被炸破的地方 不禁发愁起我们并没有闲钱在修理坏掉的地板了 我则心里安慰对方 如母你别担心 一切都包在我这个王子身上了 快看我的嘴啊 他终于看到我双手捂着的嘴巴 天哪 您嘴里不能乱吃东西哦 来 张嘴 就这样他抢挤着我的脸 才呛呛地终于发现这颗钻石 他吃惊我从哪里找到了它 对宫里财务状况了如指掌的它 一眼就认出这是从未有过记录的钻石 他下意识地就抱紧我 这简直是雪中送炭了 谢谢您 王子殿下 直到这时我十分开心计划地顺利完成 妈妈应该也会很开心吧 很快后工程里接连不断地来了许多马车 粮食和木柴都不用再担心 原本空荡荡的厨房仓库也被填满了食材 当然这都归功于我那王子牌的钻石卖出了高价 令我没想到的是 未来五年的财政都不用再担心了 妈妈开心的同时也不免对钻石的来历有些顾虑 但如母知晓这座城闲置了将近百年 所以它也不会是别人的东西 说不定是上天眷顾王子陛下才会赐予我们的 闻此妈妈才忠于释然 你说的有道理 真是太好了 那年冬天 壁炉的火从未熄灭过 家里的饭菜供应也完全够奢侈美味 就连保姆倩也回来工作了 庸人们的待遇也都有了改善 当然 最大的变化是 妈妈绽放的笑容更多了 果然她还是微笑的时候最漂亮 尽管这个冬天是史上最寒冷的 但我却过着人生中最温暖的日子 我也不由得心底有些暖洋洋的 我上前用力拉紧妈妈的一脚 阿吴的我表达着对妈妈的爱 只要等我长大 我会消除你心中的一切烦恼 即便我只是个挂名王子 即便您的侍女出身受到排挤 就连生活花销都得自给自足自足 但我一定会 让国王好好见识一下我的势力 殊不知很快我就迎来了机会 就在一年后的春天 这天我安然地坐着 边休息边自动修炼着内力之时 妈妈二人却非常起劲地折腾起我来 给我换了一件又一件的衣服 橙红色不够正式 白色不够亮眼 两人激扎地讨论着 要不穿件华丽一点的吧 为什么他们突然关注起我的造型 我要休息一会儿 我可不惯着他们 我要以王子的姿态告诉他们 下一秒我就哇哇大哭起来 二人反应过来看来王子殿下困了 儒母很快把我抱到婴儿床 我才终于缓口气 总算能歇一会儿 儒母见我终于闭眼安睡 和妈妈转头则讨论起我即将耐入王族 以及不久后我生日宴会的事 妈妈有些激动则是因为 我的王子身份正式公布后 王室的制度和福利也会适用到我身上 那样就不会再出现预算 紧缺连饭都吃不上的情况 我才终于反应过来 他们为什么折腾我 想来生日宴会上会有很多人在 恐怕也会有人不看好这场宴会 不过最主要的是 那时我会见到国王富家 转眼就到了我生日的那天 皇室的宴会规格果然是不一般 新鲜的水果和红酒 小提琴和钢琴曲这些都是基础配置而已 每个人都是穿的富丽堂皇 当然对应的是砸了不少钱 虽说我转身过一百次 经历过各种不同的世界 此时竟也让我有些不太真实的感觉 妈妈的贴贴让我回到现实 儿子 你今天是宴会主角哦 他其实并不知道我的一个计划 一定可以轰动全场 嘿嘿 我亲爱的妈妈 不用你说 我一定会是今天的主角的 放心吧 果不其然 宴会中的这群人们居然这么快 就开始嚼我们的蛇根了 算了 无所谓 反正我现在最关心的 只有厄尼西亚王国的国王 特奥雷尔厄尼西亚 也就是我的父亲 回想起来 他竟然从我出生以来都不舍得出现一次 而且完全不关心我们母子的死活 我一定会让他牢牢记住我的存在 宴会随着信号弹打响正式宣告开始 厄尼西亚王族也终于出场了 走在最前面气场全开的 无庸置疑就是王妃了 而他身旁就是我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们 我一眼认出显眼包的长子 紧飞其后的是几个年幼的小孩 以及一个像得了重二病的女孩子 就在我还想着 怎么也要好好了解下他们时 可他们却像无视妈妈一样直接走开了 此时温柔的妈妈却一点未受影响 只是体贴地安抚我 这里太吵吓到你们了 你应该难受吧 但还是要忍忍哦 我则握紧小手以示谢谢妈妈 想来妈妈应该是在场最难受的人 但他仍旧坚强地露出了笑容 就在众人议论王妃的到来 就让现场变异一声挥视 我察觉妈妈的表情有些复杂的情绪 我当即顺着妈妈望的方向看去 原来是国王陛下入场了 他的气息和所有人完全不一样 只是一个眼神 他强大的气场 让滔滔不绝的贵族们瞬间毙了脉 在场的众人无不体会到他强烈的压迫感 我猜测他至少是绝顶高手的级别 就在这时 他的眼神定格在我们母子间 虽然转身了上百次 但我也看不透他在想什么 究竟他是在看我 还是在看妈妈 但他很快便转身走向宴会的最高位去 宴会接下来的仪式则是 贵族们按照阶级排位 由低到高来县里并送上祝福次 这么多人无一例外弯腰 尊称我哈雷尔王子殿下的同事 但是脸上却丝毫不遮掩亲蔑的神情 我大骂这群无耻之徒 我阿妩地让他们别走 竟敢瞧不起我和妈妈 然而我的声音在他们听来 却像是婴儿饿了的叫声 此时我甚至想到不然就嚎啕大哭 阵龙他们的耳朵直接大闹一场好了 妈妈察觉我的异常便轻拍安抚起我来 宝贝哈雷尔 再忍一忍哦 等一下再给你牛奶 我也想起来那样做只会让妈妈更难办 看在妈妈的面子上还是忍下吧 更何况我还有自己的计划要做 先让我在妈妈怀里睡上一会吧 然而就在我闭眼的瞬间 一只手狠狠地掐住了我的脸 真的好小哦 来者看来是其他嫔妃的孩子 他现在还只是个无知的小孩 我还是忍忍吧 妈妈微笑感谢着他们的远道而来 然而他们在简单恭贺我生日后 立即就转身离开 甚至没有听完妈妈说的话 此刻时间的慢慢流逝 对于我们母子而言却非常难熬 还好就只剩那位了 果不其然 王妃来的时候 妈妈先开口问到对方过得好吗 对方回答一切还好的同时 就立刻提作为继承人的自己儿子 也尽到了本分 我立即意识到这是故意管着弯炫要自己的儿子 真不愧是王妃 手段果然不一般 下一刻他就到跟前温柔的直夸我长得可爱 可我是不会上钩的 虽然他面带微笑 这样就能代表他是个心地善良的人吗 但凡他有那么一点关心我们 后宫城的财物也不会如此糟糕 之前甚至因为木柴不够 还需要卫兵伐木 就连我的衣服也都是侍女们用边角料缝出来的 他们终于在祝福我们母子丸的开心后离开 就连我也不知道 王妃转身后就是一抹一味不明的微笑 压轴的人终于迈着坚实的步伐走近 父亲先是礼貌地问候妈妈过得好吗 你个铁公鸡 给钱 快给我们生活费 妈妈见我发难不由一惊以为我饿了 便安抚我要乖一点了 可对面的父亲听到的也只是阿乌的声音 他当即向妈妈提出把握给他 当他抱住我之时不禁惊讶我竟然不哭 毕竟其他小孩一见到他就会哇哇大哭 闻此 我立刻就有了主意 那我就笑给你看 如果连孩子的笑容都无法让你融化 那你根本就算不上一个父亲 真是个特别的小子 我脑中一亮 现在正是时候 那就送佛送到西 给他表演个别的 我当即朝着地面阿乌起来 他立即明白我是想下来 在他温柔地放下我后 妈妈当即提醒我还不会走路 父亲还一脸迷糊是吗 我毕竟今天才刚满一岁 不会走路也很正常 我阿乌在地上趴着 下一秒在众人注视之下 和父亲惊乐的目光下 我表演起了直立行走 我阿乌的喊着 其实是在说 都来瞅瞅 我可是现场最强劲的人 妈妈如母二人见我会走路了 竟开心地笑出眼泪 父亲有些奇怪 我就为了展示这个材料下来的吗 此时的我已艰难地走过两米 再坚持还有不到半米 就到达目的地 我计划的最终一步马上来了 我要让大家好好见识一下 我与其他兄弟姐妹的不同之处 宴会上有这么多人看着 正是适合我秀一把操作 都看好了 我就是哈雷尔王子 我手上终于是抓到了桌布 就在这时 我脚下一晃 这么多东西要倒下来了 妈呀 我故意当所有人面 打翻价值一百万的红酒 非但没有人敢骂我 反而有人问我摔得过不过瘾 只因这是我作为王子 满一周岁的生日宴会 国王父亲关切地抱起摔倒的我 却突然发现了 我与所有兄弟姐妹不一样的地方 他立刻就愤怒起来 怎么会是这样 而这正是我想让他看到的 自我出生以来 我和妈妈的生活是怎么挺过来的 他从未关心过 甚至连一面也不曾路过 他自然也不会知晓 这个冬天我们差点就没钱而饿死掉 而造成这一切的源头 就和在座的某些人有关 我偷偏着问我哪里受伤的父亲 庆幸我没受伤 下一秒等妈妈提醒我得换衣服 就发现了异常 身为王子的我竟然穿着脏兮兮拉他的内衣 这显然不是妈妈他们故意给我的 因为在宴会出发前 如母还特地给我穿了一件干净的衣服 此时宴会上的所有人也不禁议论纷纷 天呐 你快看 王子殿下的礼仪真的好破呀 这种衣服也太不符合王子的身份了 看来这位王子过得还不如身份低微的评议 一时间不绝于耳的声音瞬间让父亲大怒 都给我闭嘴 他不禁眉头皱起我到底平时过着什么样的日子 此时配合他眼神阿呜着的我 心中却是在欢呼 好爷 上钩了 今天早上我趁如母给我换完衣服 准备出去的时候 用魔力轻松破坏了布料的质感 然后只是搓了几下 就让李起了球 贵族之中莫怕的无非就是 华丽的打扮之下暴露出令人不适的真相 这样一来 估计在场所有人都会以为 我是为这场宴会才特意套上了华贵的服装掩然耳目 此刻妈妈二人还有些不知所以 在父亲问及到底怎么会是十一连猛逼 以王室的生活水准 王子不至于穿这种衣服吧 我心想这不是我的剧本吗 为什么问妈妈呀 父亲才终于反应过来 该追责对的人才是 下一秒他喊来秘书质问 其是如何分配后宫成预算的 对方公邀作答是按照国王当时叮嘱 尽量公平公正去分配的 父亲的反问让他瞬间说不出话来 随即父亲命他赶紧把预算明细呈上来 我仔细盯着眼前的国王父亲 顿觉得虽然这场生日宴会变成了听证会 但这也不是为一个了解他为人的好机会 见场面变得有些凝重 妈妈向着国王道起歉来 国王没有多说什么 只是先将我递给妈妈 我心中默默和接过我的妈妈二人道歉 对不起 妈妈 儒母 你们再忍一忍 我这么做 都是为了能给我们争取权利 生日宴会上的小提琴和钢琴曲也早就终止 所有人眼光都投向了这场别样的听证会 就在这时预算明细表呈给了父亲 无庸置疑这也被前排的王妃和长子收入眼底 父亲仔细翻看两遍后眼神就有所异常 他用力地将明细表搂搓 然后愤怒的一把就将它烧掉 真是不像话 站在最前面的妈妈都被吓了一条 我见她表现得如此愤怒 难道她根本不知道实际情况 可这样的话到底是谁干的呢 王妃 你是否了解情况 还是一无所知 父亲的几句话竟让对方半天才憋出一句话 请问上面写了什么 父亲随即告诉王妃预算并没有被公平的分配 而是被用在了莫名其妙的地方 听到父亲的话 他竟大吃一惊怎么会这样 父亲即刻反问他不知道这件事吗 不是所有与后宫的事都归王妃管吗 显眼包长子按捺不住自己的母亲被质问 当即与父亲理论 这定是奸诈小人所为 绝非母亲的意愿 那又如何 不是他亲自所为 他就没有责任了吗 父亲的反问让对方哑口无言 因为他的疏于管理 让你的弟弟可是一直过着吃不饱穿不满的日子 所以他当真毫无责任吗 此时我看到大王子的冲动 立即意识到他显然没有继承到国王的气势和王妃的狠暗 所以我应该庆幸吗 毕竟我追求的躺赢潇洒王子生活 确实不该有太多有心计的人一直针对 父亲掠过低下头的大王子 静止对着王妃表达自己对其很失望 全场气氛此时也达到前所未有的凝重 没想到妈妈却对父亲表示王妃他没有错 而是错在自己 没有资格 妈妈的话并没有讲完 父亲当即安慰他一生效果 完全有资格成为王族一员 他抓起妈妈手臂安慰 要为此感到自豪才对 妈妈才好似明大过来 王妃的脸色见二人如此轻易 不禁皱起了眉头 然而下一秒他就被国王父亲告解 务必揪出主谋严肃处理 另外不允许再发生这种事 否则就拿他试问 他立即低头表示遵从 一定会找出犯人严厉惩惩罚 殊不知他此时内心则是觉得自己竟然 为了那种低贱之人当众蒙凶 令人没想到的是他 下一刻就假惺惺的安慰起妈妈来 要是你能来找我商量下该多好 文辞我不禁大骂 哎呦喂开什么玩笑 没人会被你的假慈悲骗到 然而妈妈的话却出乎我的意料 他竟和对方表达不必和自己道歉 我不禁握起拳头 妈妈你怎么能包庇王妃呢 他肯定不可能完全不知情 这都是他装出来的呀 我看出他对妈妈讲以后 不会再发生这种事了 但我们不用担心时 他的目光毫无真心可言 还有那些贵族中的眼神一样冷漠 我不禁思索究竟有多少人牵涉其中 就这样 这场精彩分成的生日宴会 终于落下了帷幕 后宫城里预算的问题 很快也得到了解决 没过多久 主谋就落网了 作为贪污案主犯的那位贵族 最终惨遭灭门 仆人们惊讶于 竟有人敢贪污那么多钱 真不知道他花到了哪里 庆幸现在真相大白了 但我很是清楚 那个主谋虽然最有应得 但估计也只是个悲果侠 这个案子破得太快了 最后犯人还被处死 这样就彻底死无对证了 果然是个不容小觑的对手 等着吧 等我长大成人 就把你们粉身碎 那么 现在首先最重要的是 得吃饭了 如母听闻我的哭声 立即就安排人 送来了上好的汤食 果然躺赢的潇洒生活 才是最美好的 我要暂时遵从内心 像小孩子一样吃喝玩乐 这样刺激的生活 我永远都不会你 嘿嘿 吃饱再睡个午安觉吧 请问你羡慕我吗 这天我如以往午睡时 却来了陌生的客人 对方乘马车而来 并且带了护卫 显然身份也不一般 从脚步声中 我听出来者是两位 一个是成年人 等对方到来 我认出原来是当时的嫔妃 菲尼利亚肯杰斯特夫人 和她的女儿 肯杰斯特家族 曾在大陆战乱 时期立下赫赫战功 而文明全国 现如今荣耀却已不在 因迟迟没有武学天赋的男丁 连家族的利剑都在吃灰 甚至传闻他们家族 资金连生活都难以为及 菲尼利亚突然悄悄来 找妈妈的目的 竟是为了道歉 原来她被那个人说 能替自己还清债务而蛊惑 显然也因此无视 我和妈妈被排挤的情况发生 她带来了金币表达成意 之所以选择来道歉也是为了 保护自己的孩子 免受王氏斗争的伤害 妈妈知晓 并非对方贪污了那笔钱 反而将对方带来的金币交还 就当作我在向你示好吧 是我为你准备的礼物怎么样 随即妈妈向对方表示 自己已猜到后宫城里 预算少的原因 毕竟自己以前是王妃的侍女 我听闻此消息 不觉炸裂 难怪王妃格外讨厌妈妈 我可怜的妈妈 妈妈此时又和对方 真诚地表达了要好好相处的想法 就这样 双方都需要一个 能在绝境中拉自己一把的人 他们开启了长达几十年的良好关系 就连对方的女儿 与我也产生了不解之约 初次到我家 她便不客气地爬进婴儿车 扯着我的脸直夸软乎乎的 还差点被如母发现 她揉搓我的大脸 可卡尼亚却对如母夸我可爱极了 下意识地她就抱紧了我 可恶的是 如母竟和她讲以后 可以经常来找我玩 妈呀 这哪是找我玩 是玩我呀 时光飞逝 不知不觉我已经三十个月大了 两岁办的我现在最喜欢的事 偷闲中面对阳光春暖花开 算算再有半年我就三岁了 无忧无虑的日子过得还真是快呀 可惜的是 我的舌头还没办法口齿清晰地说话 以前的我 曾在第四十五次转生时 我的口才可是精妙到十分钟 就可以调到任何女人的 就在我感慨之时 哒哒哒的高跟鞋声音传来 熟悉的脚步声我立马反应过来 果然她又来了 哈雷尔 来和我一起玩吧 她就硬拽起我来 那我们去更宽敞的地方玩吧 自从菲尼利亚来找妈妈后 卡尼亚姐姐就成了常客 虽然起初是如母邀请她来玩 但现在更多是因为妈妈 与菲尼利亚的关系匪浅 当然未来发生的事情 让我和卡尼亚的姐弟情也十分深厚 现在她对我讲的话还停留在 你现在还小 我才会这么照顾你经常带你玩 所以等你以后长大了 要随叫随到 明白了吗 我立即表示认同并谢谢 然而她并不知道我已经活过一百世 所以反而好像自己是在陪卡尼亚在玩 然而她无意识的几句话竟让我有些吃惊 玩到的休息间隙她难难道 她最喜欢哈雷尔了 其他的王子心眼坏 和另一个公主玩又很没劲 她下一刻就朝我表达 我们特别合得来呢 此时我内心的真实想法却是 这就不好说了 等几年我长大了 估计就不会跟你玩哦 休息没几分钟 她的精神体力好像用不完似的 当即就抱起我要去下一个地方玩 被抱着的我连咳声也发不出 救命啊 我要窒息了 这该死的婴儿身体 就在这时她的贴身护卫到达 我找到救命稻草班直抱对方大腿 然而护卫姐姐并未劝说卡尼亚成功 相比于画画或者演奏音乐 显然卡尼亚更想再玩一回 而且她的兴趣压根不在琴棋书画之类 反而是想像骑士那样回剑 我看出她哪怕只是用根木条挥舞 也显示出了她惊人的天赋 不仅是她表现出的很稳定的重心 和不错的身体平衡感 而且就连剑招也能靠模仿 挥出大概90%的水平 护卫姐姐反驳起她学剑的想法 公主殿下 不论您怎么降嘴都没用 您应该在文学和素养领域发光发热 然而卡尼亚却浑然不顾对方的说脚 转眼间她就拔掉了对方的配件 我就要学 我要练习剑术 护卫姐姐大惊失色 公主殿下 请把剑还给我 剑公主殿下跑了半小时 一人气势如虹 她不得不服气 那您用剑翘吧 看着追逐的二人 我不自觉地露出一母笑 我开始觉得卡尼亚姐姐 有点意思了吗 感谢关注支持 下期几菜继续